娱乐转圈圈 姿态 惊艳全场 却被她的社群小编PO出对话截图 只见她把黑色性感长礼服撩起来 里面穿的竟然是深灰色卫生裤 还隐约透出银色脚趾加油 连小编都忍不住亏 今天礼服里面真的要穿秋裤和袜子吗 这不是我想象的女明星样子 面对小编的嫌弃 姜书颖则是大放回应 我这是高同学 姜书颖 图 翻摄自微博 也因为这段逗曲对话 让她登上微博热搜榜 不少网友笑说 求姐姐分享一下秋裤的牌子吧 秋裤要大卖了 姜姐的礼服时尚 果然霸气 事实上 姜书颖日前 因为体重问题引起话题 直接站上体重计的姜书颖 大约120斤 大陆算法 约60公斤 没想到姜书颖 120斤等相关话题 直接登上微博热搜 工作室同事 马上就传讯息给姜书颖 要她发个真实体重的证据 怎料姜书颖家的体重计 这时候竟然没电了 让人实在哭笑不得 好在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 姜书颖站上 冲耗电的体重 既定拍下证据照 只穿着睡衣的她 其实是47.95公斤 等于礼服和高跟鞋 就有12.05公斤 让人不免赞叹女明星 真的不好当 姜书颖 图 翻摄自微博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